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2年三毕鹿存星将飞临正东方 此星急凶莫测 猪口舌纠纷 正东方向也是本年度的是非位 将主导家庭中口舌是非多 夫妻感情不和睦 婆媳不和 长辈与子女有代沟等等 家中吵吵闹闹不利于和谐 对于一家之主的事业发展也不利 化解方法 如果主卧在正东方 那么卧床摆方避开正东方向 床不用品避开蓝色或者绿色 以红色和紫色为仪 这么做可以免夫妻之间吵架伴嘴 若是家中客厅或者餐厅位于正东方 则要尽量避免在此聚习 彼此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家庭成员之间彼此包容信任 毕竟家和才能万事兴 2022年可以在家居的正东方挂放一件 喜事贵人印百件来俯顺气场 催望贵人疾运 化解小人是非 挡上画上 住运运势极力 2.正南方 九子又必兴 2022年九子又必兴飞临 正南方为本年度的喜神位 此心主导婚姻和感情 若是家中风水布置得当 那么将会有喜事发生 比如恋爱中的朋友有进入婚姻的机会 已婚夫妻则感情美满 单身的人将会遇到正缘 催运方法 若是想要催望感情婚姻运势 2022年家中的正南方向一定要做好风水布置 平时要保持这个位置的干净整洁 不要堆放杂物 还可以在这位置摆放一些紫色或者粉色的装饰物 以此来去望桃花韵 2022年还可以在家居正南方摆放一剑 双喜菩提镇摆剑 催望九子姻缘吉星 辅助情缘 促进婚姻感情的和谐顺遂 催服纳吉 寓意姻缘和和 望宅新丁 大吉大利 3.正北方 一白贪狼星 2022年一白贪狼星飞临正北方 这个方位也是本年度的财位和桃花位 主感情和人缘运势顺利 这一年可以适当借助家中正北方向的布置来提升人际交际能力 尤其是自己做生意或者从事销售 培训行业的人来说 更是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单身的人有机会恋爱 感情遭遇危机的人也能和好如初 催运方法 想要提升人际运势 2022年家中的正北方向切不可过多堆放杂物 放置垃圾桶等等 平时要经常打扫 必要的时候可以放置一些红色的地毯来提升运势 卧室如果在正北方 可以把床铺移到这里 可以让夫妻感情更加甜蜜 单身的人也有机会恋爱 感情破裂的朋友有和好的机会 2022年建议在家居或办公室正北方摆放一件兜财双向百件来稳固气场 增强流年运势 化解情感烦恼 还有助于带来贵人福运 事业热闹红火 财运亨通 4 正西方 七次破军星 2022年七次破军星飞零正西方向 正西方为本年度破财位 主破财 财运不顺利 自己创业的朋友要警惕生意不顺 合同出现问题 客户流失等等 从事投资金融行业的人也需要做好风险评估 否则有破财危机 化解方法 2022年正西方向不宜出差或者扩建门店 如果有这方面的打算 可以避开这个方位 家中平时可以在这个方位摆放一些催旺财运的职务 如富贵竹或者发财术 金局术等等 也可以在正西方摆放皮修 麒麟等招财物件 2022年建议在此方位挂放一件 开服铜锣挂件来增加家居能量场 稳住财工财气 镇守家财 迎福迎路 期盼新夜年加新夜望 万事如意 极力亨通 五 西北方 六百五屈星 西北方位是2022年的偏财位 本年度六百五屈星飞临此方位 寓意着有后财来临 贵人相助 若是风水布置得当 那么可以帮助人们提升职场上的运势 不仅能加新升职 还有扩展副业的机会 对于投资理财的朋友而言 这一年合理把握实际的话 也可以赚得盆满钵满 催运方法 想要提升偏财运 家中的西北方位要妥善布置 如果这个位置是厨房 那么平时要多生活 厨房不可以太空洞 要经常摆放新鲜食材 除此之外 西北方位要经常清洁打扫 保证空气流通以及一定的光照 若是客厅位于西北方向 也可以适当种植一些绿色植物或者养鲸鱼 不过在养鱼时也要注意养多少条 以及摆放的位置才能起到效果 2022年建议在西北方放置一件 金贝银路琉璃百件催望六百贵人心的正能量气场 招财纳福 使得小人远离 有助于事业上升官加绝 财运哼通 一路顺畅 六 东北方 八百左辅星 2022年八百左辅星飞龄东北方 此方位为本年度的正财位 因此可以在居家风水和办公室风水中督下功夫 正财代表着事业和财运 这一年如果合理利用机会 不仅职场上顺利 生意顺风顺水 还有扩大经营规模 添置不动产如商铺 房产的机会 催运方法 可以在家中的东北方位供奉神位 要做到每日焚香供奉 诚心祈福 事业和财运运势能够蒸蒸日上 家中正在装修 也可以在东北方向开大门或者起炉灶 不过考虑到此方位也是流年太岁方 所以开工前一定要提前看好日子 办公室的布局也可以适当更改 应该把办公桌放在东北位置 桌上注意摆放招财望运式的吉祥物 2022年还可以在家居或公司东北方位摆放一件 保益通财股流理百件加强财工聚拢财器 转运聚财 从而能更好的催光望入 广纳财源 寓意财运通达 财源滚滚 7. 西南方 二黑病复兴 2022年二黑病复兴飞临西南方 此方位也是本年度的凶煞方 主导疾病或者伤痛出现 若是不注意避免 有可能造成身体出现意外伤害 如突发疾病或者各种意外事故发生 化解方法 若是门窗开在西南方位 平时应该尽量避免大门或者窗户敞开 可以增加一道门帘或者纱窗 避免病气直接进入 若是沙发或者卧床位于西南方向也要注意挪开 避免这个方位 家中有老人或者小孩的家庭 平时外出时要多关注家人的动态 避免发生意外状况 有能力的情况下 最好全家做个健康体检 2022年建议在家居的西南方挂房一件 六地明咒同中挂件 借助六字真言明咒于六地前辟邪消灾 内涵乾坤 有收煞化煞 流转阴阳的吉利寓意 达到安家镇宅 辟邪化煞 比灾催服的风水效果 八 东南方 四律文曲星 2022年四律文曲星飞龄东南方 此方位为本年度文昌位 主导事业 官职 学业 对于事业上升期以及从事编制单位 面临各种考核和升学群体的人来说 这一年把握好机会 一切都会称心如意 崔韵方是 本年度家中的办公桌 学习桌都可以摆放在东南方位 学生党可以在桌上摆放文昌塔 若是想要提升官职 可以在东南位摆放水晶洞或者麒麟 以及铺上红地毯 紫色吉祥物等等 建议2022年在家居书房或办公室的东南方挂放一件 齐地荣升塔摆件来增强文昌正能量气息的凝聚 望运开运 寓意步步高升 试图哼通 学业有成 功成名就 9 中宫 武皇连真兴 2022年中宫为大兄位置 本年度武皇连真兴落入此位 主导灾祸 病患 意外 要警惕疾病来临或者意外凶险 严重的甚至还有伤亡的可能性 尤其是司机 高空作业者 年老体弱者要多多注意调整家中的风水 化解办法 2022年中宫位置一定要保持整洁干净 若是有沙发摆放于此 平时要多多注意清洁沙发底下的卫生 祸床摆放于此一定要移开 同时可以在枕头下或者床头柜旁边放置护身符 同时这个位置也要避免放置危险的物品 比如剪刀 针线 毅燃易爆的物品 家中若是在装修 最好不要在中宫位大刀扣斧动土 在2022年可以在家居客厅或中心位置 摆放一件5月6地尺挂件来稳固家居气场 搅和阴阳 消除负性能量 化煞辟邪 关于2022人银年九宫飞行图及风水布局就说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收藏 感谢支持 我们下期见